中共肺炎疫情肆虐全球 有不少旅外国人回台湾 使用健保资源 但像是颇具争议的亲共一人黄岸 在国外可能收入极高 但在台湾没有收入 每个月只缴最低保费 引起争议 陈时中表示 正言你将海外收入 纳入健保收费集聚 有些在国内 他就没有相关的收入 所以相关健保收费的等级就比较低 那未来是考虑说 把海外的收入 也要纳入我们健保费的一个考虑 陈时中受邀回到母校 台北医学大学演讲 分享身为指挥中心指挥官 长达八个月的抗疫心得 防疫大概从我们从1月20号开始 一直到6月7号 可以都算是比较紧张的时候 解封之后 有解封的滋味 两个不太一样 一个是解决问题 一个是应付口水 在疫苗发展部分 陈时中说台湾希望尽快取得疫苗 台湾因为防疫好 对疫苗没有紧急迫切性 比较有等的本钱 但手头上需先取得一些因应紧急状况 而在演讲最后 也以当指挥官的经验 向台下学弟妹提醒 耐心聆听的重要 要当好的一个医师 要能够聆听 要能够聆听病人的话 你听得清楚 你就找到问题 那在疫情里面也是相关 在疫情也是一样 我们要仔细聆听民众的声音 才知道大家的困难之所在 陈时中说 作为领导的人 要沉得住气 不要看到黑影 就开枪 才有足够的力量 可以应付所有事情 新唐尔亚太电视 成本王张远亭 台湾台北 台湾博道